成堆现金数量多到必须出动运超车 还有四名保全全程护送 这里是中国浙江 当地时间五月三十号 一对新人订婚 南方出动运超车送聘礼 影片曝光在社群平台上掀起投论 有网友直言一辈子没见过这么多钱 真是贫穷限制了想象 有钱人忠诚眷属 但也有人批评太过炫富 天价聘礼文化不可取 除了九百九十八万人民币 约台币四千三百万现金 还有明表好几块金砖 直接摆上台面 虽然南方表示这是女方家乡习俗 但随即遭当地民政局人员打脸 也引起地方政府关注 是炫富还是习俗 话题持续发酵 三立新闻很宣布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